大家好,我是練習笑 那今天我們繼續來看孤羊謀生記的第五話 向前走斷生路 前情提要一下 我們總算是看到了這個小羊邪惡的本性 原來他一開始就是跟戰之界勾結 在一開始 羊老闆救他的那一刻 他其實就是跟戰之界在演戲啊 我們來看向前走斷生路 可是這標題既是斷生路又是不回首的 為什麼最後他還會跑去照顧羊老闆呢? 不知道 接著看吧 哇,新手機真的讀取好快啊 找到人了吧?他怎麼說? 到處都找不到伯伯 怎麼會這樣?他不可能啊 會長,戰之界來了 說有事想跟您商量 這麼巧 呦,好久不見啊,楊會長 近來可有發財 還 還過得去 別裝了 最近聽說你接了盟會的大單 正巧我手頭糧食多著 啊 不如我們很火吃了這筆大生意 這樣大家都開心 聽起來確實是不錯 不過我心領了 這麼倔嗎? 啊,你可要想清楚啊 我們是有點誤會 但這是生意啊 別意氣用事 這正是深思熟慮後的答案 你請回吧 哇 好吧 那就別怪老哥沒提醒你 誤了盟會的事 下場可不清啊 蛤? 他講這句話 就是他在表達 他已經知道 他那個糧食壞了嗎? 誤了盟會的事 別擔心 還有時間 路使人走出來的 我會想辦法解決的 他要想想辦法看還有沒有其他的 關係可以找 賣糧食的實現 一天一天的逼近 哇 哇,地上書本怎麼亂成這樣 連那裡的貨源 都被戰職界壟斷了 故意的啦 早就計劃好了 這個局我布了十年之久 會長 盟會回信了 是怎樣呢? 楊會長 對於你的遭遇 盟會深表同情 然而此為疾難公事 經眾人討論 很遺憾得婉拒你的延期深情 What? 再次聲明 若於其不至 將予以眾成 查封開泰商會 就將被戰職界鬥倒了 本以為美玉盟主為人和善 想不到連她 她就是一個傀儡盟主 在講話下面的各組組長都沒在聽的 你們 你們 都先出去 讓我一個人想一想 怎麼 怎麼 這不就是你害的嗎? 你賣她 你賣她糧食她也未必會買吧 不買只有謀會會懲治她 也是死路 總之 假如她決定買了 肯定都用商會資金 商會資金 我商會資金 到時你這些商會盡情造謠 看其他人還不把羊太扒了 哈哈哈哈 老小子總是妨礙我併吞商鋪 我非要把他逼上死路不可 明明 你也出去吧 咪咪 怎麼了 臉色怎麼突然這麼難看 斷生路 嗯 你的點子一想都不錯 說說看吧 收掉商會一走了之吧 收掉商會一走了之吧 呵呵呵 你說什麼 明明還是 覺得 會長對她有恩 這麼照顧她 胡說八道 你 你 本來以為你已經懂事了 你 以後別再讓我聽到這種話 怎麼了 為什麼這個生氣 別說了 可是生活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你 你還是什麼都不懂 什麼意思 其實這個如果是作為一個生意人 老闆也有老闆的壓力啊 時間到了交貨極限 就是 就是 因為一個企業的存在 它是 能養活 底下很多打工人 不是說收就收的 大概就這樣 你就這樣處理吧 結果楊會長 最後有沒有發現 是明明在從中作梗啊 那個 唉 跟你說應該也沒有關係 會長 剛剛讓我清點商會資金 他似乎 決定要找戰之間談生意了 終於嗎 都到交貨期限了才 看來 看來 這次會長真的被逼急了 我猜到這時候 戰之間一定會反手不賣他吧 因為他 畢竟 他最大的目的是要逼死 會長 就是幹掉這個開泰商會 做人留一切日後好相見 還有 這是顧老闆吧 楊會長呢 他回來了沒 怎麼回事 你們怎麼都在這 你可算回來了 我問你 你是不是剛從戰之間那裡回來 怎麼了 那是 你真的 打算拿大家的錢去跟那傢伙買糧食嗎 什麼 慢著 你們從哪聽到這種事的 一定是戰之間自己放出來的 一定是戰之間自己放出來的 整個商會都在傳了 你還要狡辯嗎 咪咪 你不用袒護他 我們要聽會長怎麼說 這 我確實是打算跟他買糧食 你瘋了嗎 他賣的可是世家的數倍 數倍啊 我很清楚 但要完成謀會的單 我們就只能如此了 楊會長 我們把錢托付給你 是因為相信你 以往幫那些小商鋪 我們都無所謂 但這次 你過頭了 各位 我理解你們的擔憂 請再相信我一次 這是為了災民 也是為了商會的信譽 我保證 我保證會保全大家的權益 那是兑現本期的平均 你們這是他們要把錢領走了 很抱歉 邀會長 我們不能跟你一起陪進去 我要領回我的錢 我也是 把我的錢還給我 請 請等一下 你們這樣 商會資金會被抽空的 請聽我說 那本來就是我們自己的錢 完蛋了 完蛋了 對啊 戰職界最大的目的應該就是 直接把楊會長搞死吧 事隔數天 所以賣不賣他 糧食根本就是吃藥的 會長給他的信 明明 前陣子的事 我很抱歉 我不該那樣對你發脾氣的 這兩年 我很高興看著你日渐成長的時光 可我卻忘了你可能還困在過往之中 我明白自己很自私 但有些事不得不做 如果我現在退出 不單商會的火雞會失去工作 就連其他雅人的生計 都會連帶受到影響 為此 我做出了決定 我決定跟戰職界 借錢買他的糧食 啊 我清楚這很危險 但我都想好了 事後我會跟朋友們設法籌錢 一口氣還清 想好了投送死後朋友就不是朋友了 今天告訴你 也不是想讓你擔心 我不想對自己的女兒有任何隱瞞 他最後會那樣失魂落魄 該不會是被戰職界打的吧 因為他可能就是時間到還不出錢 然後就被毒打一頓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最後一話 明明明你都造了什麼孽啊 向前走不回手 向前走不回手 這個月的分 該怎麼辦 哎 喂喂 人呢 死老頭死哪兒去啦 原來躲在這啊 你是死老頭 我並沒有要躲的意思 他身體都已經摔落成這樣了 別以為咳兩聲就可以裝作病人 這個月的利息拿來 沒有人再欠錢欠過年的 不好意思 我現在手頭實在不夠 又沒有 連介面都不找了 給我砸 你又算老幾 老子最討厭在企圖上被打擾 咪咪 看一下喔 弱花 呃... 弱花 然後... 準備丟錢 你們不是要錢嗎? 這就給你們錢 錢還夠了他們就住手了 一點小心意不成信意 有錢有錢就該早拿出來 下個月的份記得啊 咪咪咪 咪咪 咪咪 你回來了 真的 没事 你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可是 你哪来这么多的钱 原来你不在 是去忙这个 让你辛苦了 你还叫我会着 好好 我正准备去找朋友 你也来吧 不用再找了 谈钱就没有朋友了 事情没办好 我哪放得下心呢 走吧 这不是当初他帮助的那个摊贩吗 好久不见了 最近还好吗 杨会长 最近 马马虎虎 还过得去 这样子啊 其实呢 我这次来是有点事想请你帮忙 你太客气了 什么事你尽管说 我肯定吧 是这样的 我最近需要点钱周转 方便的话 打开这个数就好 这个 真的很不好意思 杨会长 这阵子材料价钱大涨 我也有些 我也有些 入不敷出 别这样 恕我才不好意思 下次 下次我一定帮 下次一定 承受到资助的人 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 这个社会就是心善被人吃的社会 这边也不方便嘛 我们再到别处问看看 这就是人啊 谈到了钱 人都不会是人了 会帮忙的人早就帮了 别胡说 只要是人 都有不方便的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那不是如意吗 就是拿来爬背的那个 他就是积劳成奇 引发促咒 全身瘫痪 到现在才想报答他来不及了 要什么要 要多少钱 哎 钱有什么用 他一生恐怕就这样了 抱歉了 请保重 都是你害的 原来外面的老小子累到瘫痪的都是真的 我摸摸 我摸摸 有趣 太有趣了 来 这是你的报酬 这两年 你做得很好 这时候如果被你老板听到他一定气掉这些中风吗 看见了吧 这就是你最喜欢的小鬼 你以为他人外面也是靠什么本领活下来的 怎么 同情啊 说了他还真喜欢你 完全没有藏私 你跟他都出卖了阳态 啊 对 那时候要不是他挑灯淡淡的情绪 这老东西一见苗头不对就跑来投靠了我 谁将那糊涂蛋自以为伟大 尽做啥事 我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钱 他要 闭嘴 让你说话了 再插嘴就把你埋了 是 是 就连自己都是骗人的人 最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按照借据 包含你 剩余的一切都将归我所有 哈哈哈哈 果然信这是最亏本的生意 说得好 以后我会给你其他更好的工作的 会长签下的所有的债就由我来替他还吧 会长签下的所有的债就由我来替他还吧 怎么了 他精神分裂了吗 小鬼 你最好想清楚想清楚再说话 你以为这种话随便说说就算了 他怎么了 他是我爹负债资产 算了 管你针锋甲锋 只要有钱收我都行 咪咪这门了 咪咪的心终于也坏掉了 这小鬼是怎么回事 小的好鬼 小鬼 早知如此何必 毕章出了 小鬼 哦我要哭了啊白痴喔 这看起来迷迷是真的被杨会长打动的 就是他這麼無怨無悔的付出最後就遭到這種下場 而且他對明明也是最親近的人 最後都不忘了觀測自己的本性 我們來抽一下激鬥復魂 就是抽了33抽吧這個塑料 來看一下 沒有跳過 為什麼按不到跳過 奇怪咧 哇都沒有金 好我們來用石頭抽500 有一個 想按跳過跳不到 震SP 沒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